日前海回颱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重创台东 为了要协助台东地区的灾后复原工作 高雄市包括清洁队员在内出动了上百人力 以及数十台抓斗车等资源前进台东 而在历经这几天的灾后复原工作之后 工作告一段落 也让台东县长饶庆林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 强调谢谢高雄 来听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最新回应 当然台东比我们更严重 所以就也考量到说周遭县市的一些状况 我们就连夜的出发 能够帮助其他的县市 我们同仁也是觉得非常有荣誉感 在这几天高雄出动协助的人力 帮助台东清除了大约三千多吨的废弃物 也因为这一些资源人力相当的辛苦 除了超过上班时间的加班时数之外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宣布要给两天的荣誉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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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咨诺